这个孕妇只需要怀孕两个月就能生出满月的婴儿 而且孩子的各项指标也都是正常的 很快嫁人便发现了端倪 原来这个婴儿的成长速度是普通人的四倍 细胞分裂的进度也是快到让人无法想象 这也就导致了实际年龄10岁的杰克长了一张40岁中年人的脸 到了上学的年纪 父母却只是请了个家教为他传授知识 他们担心杰克去到学校后会被同学们孤立嘲笑 然而杰克毕竟还只是个孩子 他也对外面的世界十分的向往 家教也是敏锐察觉到了杰克的心思 他认为杰克应该走出父母安排的舒适圈 去到外面体验世界 然而杰克的母亲确实十分的担心 毕竟杰克从出生起就没有走出过家门 但是在家教的劝解下 母亲的心理开始动摇了 虽然他能一直陪着杰克玩耍 但是剥夺他过正常人生活的权利是不公平的 眼见杰克想去学校上学的渴望越发强烈 夫妻俩还是决定放手一搏 让杰克也拥有正常孩子该有的童年 次日杰克背着小书包出现在了班级门口 同学们都惊呆了 杰克还因为体型太过庞大 做坏了板凳椅 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课间休息时 同学们在一起嬉戏玩闹 而杰克只能一个人孤独地过独木桥 当他捡起滚落到脚边的球时 同学们因为嫌弃杰克是个异类 连球都不要了 同学们嘴里攻击杰克的话语 也是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 他不明白为什么同学们会这么讨厌自己 于是他就把自己藏在箱子里 最爱吃的零食也变得索然无味 父亲为了开导杰克 更是通过教他骑车来告诉他一些道理 人际关系也就跟骑车一样 一开始确实很困难 但是等你多尝试几次后 就会慢慢变得得心应手 在父亲的引导下 杰克很快就开始加入同学们的队伍 他更是凭借自己的身材 又是让同学们都无比崇拜他 这天一个叫做路易的同学找到杰克 希望他能假装校长与他的母亲谈话 接着一个烫着大波浪的女人 就这么出现在了两人的面前 杰克也是一本正经 以校长的身份夸赞着路易是个刻苦学习的好孩子 在成功糊弄过路易的母亲后 路易也是将手里的蛋糕送给了杰克 从这一刻起 两人就是好朋友了 回到家后 杰克更是迫不及待向父亲分享 今天他终于在学校交到了第一个好朋友的事情 接着路易也带着杰克加入了数无小伙伴们的群体 在这里 杰克交到了更多的好朋友